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 必不慢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救主 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家 使古时和西巴代替你 因我看你为宝为尊 又因我爱你 所以我使人代替你 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 不要害怕 因我与你同在 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 又从西方招聚你 我要对北方说 交出来 对南方说 不要拘留 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 将我的众女从地级领回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你要将有眼而瞎 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 任凭万国聚集 任凭众民会合 其中谁能将此声明 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 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 自显为事 或者他们听见便说 这是真的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所拣选的仆人 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 且信服我 又明白 我就是耶和华 在我以前没有真神 在我以后 也必没有 唯有我是耶和华 除我以外 没有救主 我曾指示 我曾拯救 我曾说明 并且在你们中间 没有别神 所以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也是神 自从有日子以来 我就是神 谁也不能救人 脱离我手 我要行事 谁能阻止呢 耶和华 你们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圣者 如此说 因你们的缘故 我已经打发人 到巴比伦去 并且我要使 迦勒底人 如逃民 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圣者 是创造 以色列的 是你们的君王 耶和华 在沧海中开道 在大水中开路 使车辆 马匹 军兵 勇士 都出来 一同躺下 不再起来 他们灭墨 好像熄灭的灯火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 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 古时的事 看哪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野地的走兽 必尊重我 野狗和鸵鸟 也必如此 因我使旷野有水 使沙漠有河 好赐给我的百姓 我的选民和 这百姓 是我为自己所造的 好述说我的美德 雅各呀 你并没有求告我 以色列呀 你道厌烦我 你没有将你的羊 带来给我做烦祭 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 我没有因贡物 使你福牢 也没有因乳香 使你厌烦 你没有用银子 为我买仓符 也没有用祭物的枝油 使我饱足 道使我因你的罪恶福牢 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的过犯 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你要提醒我 你我可以一同辩论 你可以将你的李陈明 自显为义 你的始祖犯罪 你的师父违背我 所以我要辱莫圣所的首领 使雅各成为咒诅 使以色列成为辱骂 我等于你 每人已经温暖 我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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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